首先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萨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 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坦诚三宝 敬礼今天的父母主尊 弘财神卡拉巴迪耶 师母 徒登七弟仁波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郑培福先生及夫人 韩悟珍女士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立委代表 陈惠美女士 中委会法律顾问 卢文祥律师 祥林中医诊所所院长廖昭明医学博士 高雄市议会喜慧玉议员 中国中教授博士团 所有成员 世界华工功德会总会长长人上师 台湾区华工功德会理事长 李春阳先生 台南市蔡旺权议员代表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利也 集团总裁林坤英小姐 张华县福新乡大伦村 母姓公召集人 周淑儿师姐 台湾海峰海峡两岸文教经贸宗教交流协会 理事长刘明善先生 常务副理事长 洪瑞军小姐 生长新生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慧均小姐 高地国际行销有限公司 副总谢士玉小姐 朱金水先生 及夫人 陈泽霞女士 香港杰出企业家 纳都雷宏毅先生 及夫人 纳丁真美亭女士 马来西亚纳都李海安先生 夫人 纳丁李清女士 及千金李奇小姐 大阴满九辞地 喜金刚讲义及密宗道辞地广论 制作人 连夜上师 主持人 佩金师姐 另外在讲义当中 我们的连夜上师 他每一次都有做评论跟讲解 他讲得很好 连夜上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 徐亚纪师姐 My sister 如圣梅女士 这就是感谢南投县县县长林明珍先生 致珍发燃祝贺法会圆满成功 那以下是打灾的名单 致珍发燃祝贺法会圆满成功 臨坤音师姐 十万元 臨坤音师姐 十万元 臨坤音师姐 十万元 流民善师姐 erzäh麁 十万元 vale 生长新生剧有限公司 十万元 高地国际行销有限公司 十万元 华山大型文艺艺术空间十万元 另外贵宾有吴吉直隆黄道彦 刘芝廷女士 现在先报告一下 我们是初一吧 初一我们讲说台南地震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是 募集到的现在一共有一百五十五万 一百五十万 其中包含了香港十方同修会的五十万 我们这个一百五十五万将以真佛中法官功德会的名义 那么将会到台南市政府社会局 台南市政府社会局 就是赠灾的款项 那么我们同时也感谢这个 一直在台南南区的法工功德会 南区法工功德会的会长 丘正义一直正守在这个现场 在第一现场 我们也很感谢他 非常的辛苦 另外有人问 问说这个 我们这次选举呀 那师尊有没有支持什么人 到底投给谁 事实上跟大家讲 今年的总统跟立委先纪 师尊是用平等恭敬的心 对于大家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 我只是讲 显贤贤贻能 显贤贤贤能 你们这里 像我们征佛中啊 或者是雷尚寺 完全是民主跟自由的殿堂 民主跟自由的殿堂 你们高兴选谁 师尊从来也没有干涉 不干涉的 我自己也是一样 那么在立委方面 立法委员方面 我们知道蔡奇昌的叶母 她常常在我们台湾雷藏寺 参加法会 这个陈慧美她在这里 所以她现在变成立法院的副院长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 又显上了立委 又成为立法院副院长 那么来过我们雷藏寺的 来过我们雷藏寺 受师尊加持过的 这个有马文精立委 他也当选 那么喜俗华立委 喜俗华立委 他也当选 也是加持过的 另外这个陈慧美 有一天她带来一个小姐 说要选立委 那我一看她是宏慈雍 他第一句话 她的爸爸妈妈都来 跟宏慈雍都来 问我 可以不可以选上立委 我就在那边 我就在那边 我讲了一句话 你可以当立委 你可以当上立委 就洪慈雍 他也是写上了立委 另外高雄喜事节 他也受加持 他每一次看到我 他就求我加持 他也写上了立委 总之一句话 加持过的全部选上立委 那这里面就有 一 二 三 四 五 我们生活中就有五个 加持过的立委 以后大家好好利用 有五个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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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家前 对 没错 因为输家前那一次 他选副总统 他有来过我们 这个 台湾雷藏市 有五个立委 台湾雷藏市 输家前 对 输家前 他选台中市 不 输家前 现在是当立法院院长 院长 你不要搞错了 他不是选台中市市长 他是选副总统 在四年前是市长的市场 都有来过 对 输家前都有来过 所以输家前 我也是给他加持过 还有来请问 哇 那么立法院院长也是我们的人 好 不能这样子讲 我们只能是说 你们以后有什么麻烦的事 好好利用 另外呢 我看到一尊红柴神 今天是红柴神的父母 我看到一尊红柴神 非常的庄严 这尊红柴神也非常的CUE 这尊红柴神很庄严 而且非常的CUE 那么他在这个台湾雷杖寺的摊位 有寿在卖 就卖 那么这尊非常的这个庄严 那个兔宝鼠也是金色的 黄金的 好像是黄金的 那么全身是红色的 非常的庄严 站在莲花上面 这尊有庄严吗 庄严 这个在摊位上 是在摊位上吗 在密教总会的摊位上有寿 欢迎大家这个采购 这尊很灵感的 非常灵感的 红柴神 今天我们是做鸿柴神的父母 觉得这个灵气非常的重 灵气非常的重 很有感应 很有感应 那在这里跟鸿柴神祈求 你要赐给我们所有仪会大众 跟足齐者 赐给他们的金银财宝 幸福跟健康 一定要赐给大家 一定要赐福的 非常的灵感 他的这个红色的光 跟黄色的光 两道光一起下降 然后在我们雷葬式的虚空之中 一直下降 到所有的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希望这一期的大乐透 威力财 甚至马来西亚的四个字 新加坡的啦 还有香港的啦 通通都重头彩 中了奖以后 不要告诉别人 告诉师尊就好 那以前有一个重 这个威力财 威力财 三十亿吧 三十亿 他重了 这个 我在那边给大家签名加持 签名加持的时候 跟给足齐者 这个献哈达的时候 他突然间从人群中跑过来 然后就一把这个很一叠啦 算是一叠吧 一叠的那个重的东西就 就丢 就丢在我的桌子上面 然后我以为说 哎呀 那么重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那么一盒子的东西 那又那么重 那又那么重 最贵的 是越小越好 像钻石啊 你送的东西很小 十颗拉钻石也是很轻的 十颗拉钻石也是很轻的 这一点我一看 你送很小的东西 只是一个盒子 我都会打开来看 送的那么重的东西 你一蹦丢在那里 我以为你家里的石头 这个抱回去啊 就偷偷打开来看 哇 哇 原来纸也是很重的 我以为是 石头很重啊 黄金很重啊 没想到纸也是很重的 好 谢谢他 好 谢谢 他是重了威力采三十亿的 威力采三十亿的 在台湾好像威力采三十亿的 只有一次吧 只有一次 另外我在美国就有两个人 重大乐透的 在美国有两个 一个是莲花索麦 莲花索麦 另一个 他知道不能讲了 只在问事的时候 偷偷跟我讲 问事的时候偷偷跟我讲 他重的 美金是多少 好像是 一 我忘掉了 那个人 是一亿六千万美金还是 9亿台币啊 19亿 19亿台币是莲花索麦吧 莲花索麦 另外那个更多啊 一亿六千万是吧 那是在美国那个重的 美国有一个弟子重的 所以我们生活中啊 重大乐透 重威力采 最大大乐透 大大乐透 都是我们生活中重的 所以今天洪台神 放红色黄色的光下降 在每一个人身上 但是要重这个奖啊 真的比被雷打到还要辛苦 我们有这么多人 我们有 我们生活中今天一会的大众 有这么多人 甚万人 真的重的也是万分之一啊 所以没有重的也不要伤心 因为洪财神会护佑你们 加薪啊 升级啊 这个做生产线的订单就会有啊 另外 另外你会获得老板的 你公司的老板的 这个喜欢 得到加薪 也是福分啊 卖的 你做生意的 卖的东西特别的多 而且生意特别的好 我记得以前 我刚刚开始写佛的时候啊 那时候这个台湾的餐馆不是很多 那有时候我会到餐馆去吃饭 我每一次去吃吃饭 怪得很哦 只要我到了餐馆 那一家餐馆生意 就翻三倍 翻三倍 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出家以前 我只要到那个餐馆吃饭 那个餐馆的生意就翻三倍 这个 灵火上师啊 他跟我讲 他做保证 他跟我去吃饭的时候 那个老板就说 奇怪 每一次只要你来 我那一天的生意就是加三倍 老大对不对 老二对不对 对啊 是真的哦 而且那个老板都马上把那一天的 那个好像是账单给我们看 他前几天的跟后来的 只要我哪一天去 那一家餐馆翻三倍 师尊跟红柴神有的拼啊 师尊也是大胡金刚啊 大胡金刚啊 以后我退运了 以后我如果退运 我到你的这个生意场所去走一趟 你就翻三倍啊 现在比较没有空 你们邀请我都不能去 真的 我以前只要到那个地方 那个生意就翻三倍 那个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 还在留在台湾的时候 那个老大跟老二 那个他们经常跟着我出去吃饭 他们听到那个 亲自听到那个老板讲 只要我到的地方 生意都翻三倍 他们亲自听到 我讲的是真的呢 所以很奇怪吧 很奇怪的事情 真的 我只要到那个餐馆去吃 就是那一天翻三倍 第二天它就没有了 因为我没有去 那我每天都要去吗 他是 有一次他跟我讲 希望你每一天都来 但是我不可能每一天 同样吃你的餐馆吧 所以问题是这样子 而且 我也不一定每天都在外面吃饭 就是这样子 真的生意会好 好很多 这个红柴神 就是 我以前讲过的一个故事 他是印度的 这个三大神 破坏神西瓦的儿子 叫甘尼许 甘尼许这个名字呢 到了西藏的时候 就变成 甘尼许 其实甘尼许 甘尼许 其实这个音字很像 很像 甘尼许 其实在印度 非常有名 相比才神 大家都知道 那么到了西藏 就是藏地的资粮主 所有一切的资粮 他大部分都求来 都来求这一尊 红柴神 他是 资粮主 一切资粮祭祖 让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一切资粮祭祖 祝福给大家 那么过年了 我们今天是出三 出三 刚好是成日 成日 成日是接财神的日子 我讲了 接财神的日子 你只要七点的时候 从你的大门走出来 向着南方走八步 然后再走回去 在走八步的时候 你两手合掌 说请财神到我家 祂就会跟着你 到你家 今天刚好是成日 下一个成日是 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 也可以做 二十二号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做 刚好是成日 那么很多问题 为了这个很简单的 小撇步 很多问题 有人讲说 要不要刷牙洗脸 要不要洗澡 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就问了 问了很多问题 是不是要前家走出来 那么走路八步 到底是要大步 还是小步 还是中步 还是脆步 脆步就 八步 总之 问题非常多 自然一点就好 自然 你顺其自然 你就这样子 你高兴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你要前家也可以 要一个人也可以 老板也可以 自己小朋友 家里小朋友 来做也可以 总之你接了财神进去 财神就到你家 财神第一个是到我家 然后再到你们家 到大家的家 对不对 这个财神到你家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 真的 有人也问了很多 很奇奇怪怪问题 要念什么咒啊 我说不用啦 你不用念咒啦 你就直接这样子走 那么要不要灌顶啊 我说不用啦 跟你讲啊 对不对 你知道了 你就做就是了啦 不用灌顶 又念这 那有的人就问说 要不要观想什么啊 不用观想 那一天穿的衣服要新的 还是要旧的 什么颜色的 他又讲说 我出来我家门就碰到壁了 我八步都走不到 一步就碰到壁了 那怎么办啊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就走脆步 想办法啊 反正八步就对了 原地塔步也可以啊 有人就讲说 我们哪里有独栋的房子 透天处啊 能够做 对不对 透天处 那我们住在大楼耶 大楼怎么办 我说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走到壁楼 安安静地走到那个出门口 然后走出来 然后向南方走八步 然后再走回去 合掌再走回去 请财神到我家 不要念得很大声啦 那个管理人会感觉到很奇怪 你念那么大声 请财神到我家 也不用啦 那也不用 不用这样子喊啦 总之你默默地念也可以 亲生地念也可以 不要让人家知道啦 因为人家如果看到你 就请财神到我家 他说先到我家 你就完了 你就被抢走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的家是朝 好 朝北的 作人朝北 那走了八步 然后要如何 再回到自己家门口八步 然后再请财神到我家吗 是可以的 总之你向前走八步 再往南 到门口的时候啊 就说请财神到我家 这样就可以了 我说问题好多啊 哇 生出来问题好多啊 要不要点香啊 不用 不用点香 什么都不用 要不要盆着那个水果啊 拿着水果去供它 然后再回来啊 还是要鸡啊 鸭啊 猪啊 羊啊 牛啊 要不要盆着它们的头啊 我说不用 不用 不用 我说不用 不用 不用 对啊 如果碰到大马路 要是交通安全 对啦 他说他家的门口 就有车子在那边跑 走八步已经到马路中央了 那怎么办啊 他说还不会吗 你就像那个好像说清朝的宫女 在走路那样子 头摇一摇 摇一摇 这样 走八步 脆步 脆步 走八步就可以了啦 不要走到马路中央啊 哎呀 神的问题太多了 洪财神有时候也是很难做 难做 他要到你家 看到你那么辛苦 为你这个流了汗 洪财神都流汗 我们这个洪财神是很棒的 很棒的 藏地诸良主 今天来这里受了洪财神的灌顶 每一个人都有福分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这个很快乐 很幸福的过日子 每个人都很平安 很吉祥 很如意 希望新的这一年 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都是做生意非常顺利的 做事业都是非常成功的 你上班族都得到加薪的 每一个人都有洪光跟黄光铸造 一切吉祥如意 一切吉祥如意 另外还有一点健康长寿 很重要 健康长寿 大家身体都很健康 很长寿 那我再谈一下这个 再来的成就是前身舍利成就 这个是不化光的 只是身子缩小 这个涂比的时候 身体变得晶莹有光 也有几身震动不休 而舍利子无数的奔跑出来 这样子的成就也是很大的 前身舍利的成就 以身子化为晶莹有光的 都是成就的表征 我们小的香港 有个这个叶希法 叶希法师 他是前身舍利 也就是他身体变小 那么缩小到差不多只有桌子 跟世尊的所长这么高度而已 在香港叶希法师 他缩小成这样子 另外最有名的 就是常治上师的 这个同乡 同乡就住在你隔壁吧 六祖慧能啊 六祖慧能 他也是前身舍利的 中国他本身有 他前身舍利的像 他多大 也是缩小嘛 比这个叶希法师还大一点 其实六祖慧能长得怎么样呢 我们看看常治上师就知道了 常治上师 请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个长老可能喝的是故乡的水 又是住在六祖慧能的隔壁 这长得跟六祖慧能是一样的 你们看着他的像 就知道六祖慧能长得怎么样 卢心得 他长得跟六祖慧能很像 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 常治上师也是我们的长老 生活中的长老 有一次我看到他的香带 他的香带 他的香带上面写四个字 是往生佛果 往生佛果 所以常治上师是保证可以往生佛果 那个都给他写了 这是保证可以往生佛果的 他非常的慈悲 也非常的精进 他也会有成就的 那这个前身舌利 前身舌利还有石头和尚 石头西迁 石头西迁 他本身 他的这个肉身 在中国大陆不见 结果在日本被发现 石头和尚的前身舌利 在日本被发现 以后有没有送回这个中国 石头和尚 石头西迁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石头西迁 也是很有名的禅宗祖师 禅宗祖师 那六祖费能 也是前身舌利 这六祖费能量的禅宗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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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际宗祖师 他想办法处理 那虚荫的好和尚对着 他这个种菜的菜头的和尚 就跪下来 很恭敬地敬了一个礼 那个整个像 就下来了 全部都是蛇利子 全身蛇利 所以出家人 不要以为说 大和尚就有大成就 中和尚有中成就 小和尚有小成就 不能这样子看的 你看菜头 也就是专门照顾那个菜园的和尚 每天浇肥 浇水 给那些青菜的 种的菜的 给他培养到长大 然后收割起来 给这个寺庙的人 出家人吃的 这样子 逼违的工作的人 都可以得到全身蛇利的成就 这非常了不起 以前那个少林寺的 那个锦纳罗王 锦纳罗王棍 他是一个火头 火头啊 他每天做什么事情 每天专门烧柴 用火 他叫火头 就是那个大锅 在煮大锅菜的时候 底下的放的碳啊 木头啊 都是他做的 他每天就是用一个棍子这样子 在那边弄那个弄火 就是在等于是在做生火的工作 生火的工作 这个是很粗的工作 火头也是很粗的工作 在厨房做事情的 他因为经常拿一个棍子 这样子在戳弄火弄火 给他一个灵感 给了他一个灵感 什么灵感 就把这根棍子 就转来转去 这样子 耍来耍去 就变成一个少林棍的棍法 就是少林轰摩棍 少林锦纳罗王棍 就是一个佛陀和尚所发明的 少林锦纳罗王棍 他就是叫做锦纳罗王 他叫做锦纳罗王 将来得成就了 你到了他的祖堂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拿棍的 拿少林棍的锦纳罗王 他也是有成就的 所以修行人 不要看自己只是普通的和尚 普通的和尚有成就 普通的出家人有成就 我们的上师还不一定有成就呢 我们的上师当然成就了也很多 但是将来没有成就的也不少 反而坐在两旁的出家众 你不要看他们 虽然没有得到上师的职位 他们也可以一样的可以成就 可以成佛 在家居士也是一样 在家居士也一样 像这个丁以民堂主 丁以民堂主 他也能够有成就 另外你看看那个莲花艺民上师 他本来是莲花艺民法师 每天的修持从来不断 佛到九十几岁 一佛化的时候 他在蒙茨利沃 满地壳 加拿大满地壳 蒙茨利沃 一佛化的时候 那个舍利只用麻袋装的 所以他是严吉以后 我们轰他为上师 就是莲花艺民上师 他一生当中都是法师 很老实的修行 他就能够得到全身舍利 男众的如何得到全身舍利呢 很简单 你只要修行 你的修行 你一直守复你的名点 守复你的名点 也就是守复你的精子 守复着你自己的精子 不随便失忆 不随便给这个东西 你懂得凝结你身体的精华 修行的精华 把你的名点 修行的精华 往上升 到了头顶 你就会结在你的头盖骨的上面 全部都是舍利子 刘文青上师啊 就是这样子得到舍利子的 他的头盖骨上面 全部结满了舍利子 刘文青上师 那个是要怎么样子 其实那个也就叫长寿 长寿 刘文青上师是几岁 过往的 九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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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九十岁 他五十岁的时候 他就守经 守经 五十岁的时候就守经 一直到九十岁 守经四十年 得到了满头盖骨的所有的舍利 成就佛果 中阴成佛 也就是 他的 也是舍利子很多 非常的多 那你只要呢 能够守经 我讲一个长寿的道理 笔下乘以十 乘以二就可以了 二十岁的时候 乘以二 四天来一次 三十岁的时候 底下乘以二 一个礼拜来一次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底下乘以 Double 应该是Double 二十岁的时候 乘以二是二二四 是四天 来一次 三十岁的时候 是乘以三 三三九 就是一个礼拜 来 三十岁一个礼拜来一次 那四十岁的时候 四四 就是一十六 就是半个月 来一次 五十岁的时候 五五 二十五吧 二十五 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 五十几岁的时候 六十几岁的时候 就不要了 因为你八八六十四卦 六十四岁的时候 就等于停止你的和盟在生长 六十岁的时候就不要了 但是堪能则利外 堪能则利外 你能够守住你的名点 那就例外了 不能守住你的名点 你要健康长寿 你要守住 师尊讲的这个原则 二十几岁 二二四四天 三十几岁 三三九 就是一个礼拜 四十几岁 四四一十六 就是半个月 五十几岁 五五 二十五 就是将近一个月 这个就是能够布施的时候 你就布施 不可以随便布施的时候 就消耗你的精神 你的精跟神就消耗掉了 不能布施的时候 忠义 所以你忠义不止欲望 欲望一直重的话 就败坏你自己的身体 不能够长寿 也不能够健康 你要得舍利子 你要守护你自己的名点 再加上你自己能够充足你自己的名点 也是让和盟再生 一直不停的生 一直不停的生 那你就是健康长寿 不会出意外 比较不会出意外 这是我今天讲的 这个很重要 不管是男生 男生比较重要 你欲望不停 一直在忠义 就算你是医生 就算你是这样 也会不能够健康 不能够长寿的 今天都没有讲过 讲笑话了 但已经讲好久了 几点了 5点25 某一条街上有个乞丐 每天都在那里乞讨生活 有一天 有人突然发现乞丐的身边多了一个碗 又没有人就很好奇 便上前去问 为什么你放两个碗呢 那个乞丐就笑一笑 不知道怎么样 最近生意特别好 所以开了一家分公司 乞丐也开分公司 放两个碗算是开两个 开分 放一个碗 是一家 然后放两个碗是开了分公司 我希望大家 今年每一个人 不只是自己的公司 而且又开了分公司 而且分公司不只是一家 可以开十几家分公司 那祝福大家 财源广进 钱多多 钱来也 有钱花 花不完 多出来的 就可以帮助其他的众生 小谜 我们不拥处 那么 baby cou 谢谢大家